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位政治人物 提姆·沃尔兹和J.D.范斯的军事记录 自从沃尔兹被宣布为卡玛拉、哈里斯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以来 他的军事背景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范斯指控沃尔兹在部队被派往伊拉克前辞职 以避免参与战斗 并质疑其是否对自己的军事角色诚实 沃尔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此各执一词 而沃尔兹自己则表示他的退休是为了全力竞选国会议员 另一方面 范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 并未经历真正的战斗 这些指控和反驳是否真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提姆·沃尔兹和J.D.范斯的军事记录 这是当前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热点话题 本文的来源是BBC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为大家呈现这篇文章的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在卡玛拉·哈里斯宣布提姆 沃尔兹为其副总统竞选搭档后 沃尔兹的军事记录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共和党对手J.D.范斯的指控引发了广泛讨论 范斯声称沃尔兹在其部队被派往伊拉克之前故意辞职 以规避战斗任务并质疑沃尔兹对其军事实践的诚实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沃尔兹的具体指控 范斯在公开场合表示 当国家需要沃尔兹前往伊拉克时 他选择退出了军队 从而让他的部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 这一指控得到了部分钱国民警卫队同事的支持 他们表达了对沃尔兹在部署前离开的失望 然而也有国民警卫队的其他成员 否认沃尔兹是为了逃避战斗而退休 沃尔兹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了24年 这是一个通常在美国境内应对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军事力量 但同时也是美国陆军的预备役部队 2005年2月沃尔兹仍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时 他提交了一份申请竞选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 次月他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宣布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大约2000名士兵 可能在未来两年内部分动员前往伊拉克 当时沃尔兹表示自己不确定他的炮兵部队是否会被动员 他也不计划因此退出竞选 2005年5月沃尔兹从国民警卫队退休 后来说这是为了全力竞选国会议员 然而他具体何时提交辞职通知并不清楚 根据国民警卫队的记录 他的部队在2005年7月接到动员命令 并于2006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 针对范斯的指控 沃尔兹竞选团队回应称 沃尔兹在其24年的服役期间 多次携带射击并训练他人使用战斗武器 然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则指出 沃尔兹在明尼苏达州官方网站上 描述自己的军衔为指挥军事长 实际上在他退休时的官方军衔第一等级为军事长 国民警卫队的发言人确认 沃尔兹的军衔于2005年5月15日 因为完成军事长学院的课程 而降为军事长并于次日退休 相比之下 J.D.范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了4年 作为军事记者被派往伊拉克约6个月 范斯在2016年的回忆录中表示 他很幸运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战斗 他于2007年离开海军陆战队 之后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 在分析这些信息时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从军事伦理的角度来看 沃尔兹的决定是否合乎道德标准 他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准备 还是为了逃避的战斗任务 从沃尔兹的解释来看 他的退休是为了全力投入政治竞选 而不是为了逃避战斗 然而 这一解释是否能说服那些感到被背叛的战友呢 其次 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 沃尔兹和范斯的军事实践 成为选举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美国 军人背景常常被视为一种荣誉和责任的象征 对于竞选者而言 军人身份能够增强公众的信任 然而 沃尔兹和范斯在军中的经历和各自的选择 如何影响选民的看法 沃尔兹的竞选团队如何应对这些指控 将直接影响他的政治命运 此外 从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在怎样的背景下发酵 社交媒体和各类新闻平台 如何放大或减弱这些指控的影响力 沃尔兹和范斯的军事实践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审视 不仅反映出当代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 也揭示了公众对政治人物的高标准和言要求 最后 我们不妨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分析 这些关于军事实践的争议反映了社会对军人的期望和尊重 沃尔兹和范斯的经历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都成为了公众评判他们人格和能力的重要依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平衡个人职业选择与公共责任 成为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想说明一下 提姆沃尔兹是一位优秀的公仆 他在国民警卫队服役了24年 这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做到的 你知道他服务了多少个灾难现场 救了多少人吗 比起那些只会在电视上打嘴炮的人 他可是实际行动的代表啊 当然 他选择竞选国会议员 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这有什么错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的是太天真了 竞选国会议员就能为国家做更多事 那为什么他要在部队即将派往伊拉克的时候辞职 让他的战友们都感到沮丧 这简直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董卓 当国家需要他时 他却选择了逃避 他那句 我还不知道我的炮兵部队是否会参与动员 简直就是在推卸责任 真有够滑头的 谢琪琪 你这魔说可真是对沃尔兹的不公平 先不说他是否真的知道部队会被派往伊拉克 你知道国民警卫队是什么吗 这是一支主要用来应对国内灾难的部队 而不是专门派往战区的 沃尔兹在24年的服役期间 曾无数次携带 射击并训练他人使用战争武器 他的经历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他后来进入国会是否能更有效地影响国家的政策 这难道不比在前线更有意义吗 哦 楚天书 你这魔说真是太幽默了 委婉地说 你的解释就像是水浒传里的宋江 总是能找到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你说他在国民警卫队的24年服役是他的功劳 那我不否认 但我们不能无视他在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了离开 而且他的军衔问题怎么解释 他明明是以军事长的职位退休 却一直称自己是指挥军事长 这不是诚实吗 他有点像白蛇传里的许仙 总是需要一点夸张来增加自己的魅力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有意思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事实 首先 他的军衔问题是因为他为完成美国陆军军事长学院的额外课程 这是个技术问题 不是道德问题 再说 他的对手JD范斯又如何呢 他在伊拉克也没有经历战斗 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我很幸运 没有经历任何真正的战斗 这是不是说明他也没有资格批评沃尔兹呢 你知道这就像《三国演义》里的黄盖说一套做一套 哎呀 楚天书 你真是个诡辩大师 范斯在伊拉克的六个月虽然没有参与战斗 但他至少没有逃避 这一点就值得尊敬 而且 他并没有在需要派往战区的时候选择辞职 这一点和沃尔兹可是有天壤之别 你这么为沃尔兹辩护 真是让我想起了西欧记里的孙悟空 总是能找到理由逃脱困境 但是 现实不是神话 我们需要的是诚实和勇气 而不是逃避和推卸责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会订阅一下